飘扬过海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 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隋唐的时期 国独长安是佛教的传义的中心 自从佛教在东汉从到中国的内地以来 一些印度的高僧最初是通过 路上的丝绸之路来进入内地的 但是到了唐代宁德年间之后 海上交通和贸易大大的兴旺发达 所以从海陆进南海诸国到唐朝长安来的人 大大的就尊多了 像印度的僧人波斯密蒂 他在广州译出了楞严经 使者后应万事入京 经随流布 印度法师从海陆到了广州 在广州翻译了佛经 后来这部佛经经使者又带到了长安 从此之后 冷严经在中国才真正的开始广泛的流传 印度的僧人金刚志 不空啊 著名的唐秘大家 他也是从广州进入了长安 翻译了大量的密宗的经典 那么除了很多印度高僧经过南海诸国到达长安等地传红法 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法师不畏艰险 由海陆经过南海诸国到达印度求法 义经大师的《大唐七语求法高僧传》就记载了唐朝初年四十年间共有六十名僧人到印度求法的感人的事迹 那么义经本人呢 他十五岁的时候就以法显大师 玄奘大师作为自己的榜样 后来他从海陆到达了印度学习佛学 并且在纳兰陀寺十载囚经 先后历史二十五年 然后才回到了长安 他是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武则天的亲自的迎接 那么义经呢 在武则天的支持下 在长安创立了一场翻译佛经 他主要的翻译工作是在长安的大建福寺完成的 他和诗叉兰陀一起翻译了《华言经八十卷》 史称《心意华言》 那么义经的脸部著作《南海济归泪法传》 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们的事迹 他不仅记载了当时的陆路的情况 而且还详细的记录了海陆的情况 玄奖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 都只是记载了从陆路到印度的建文 所以义经的这年本书呢 在海陆方面的记述啊 那就显得优为重要 它是填补了这个中印交通史的空白 中文字幕提供